常安剛看到川普的競選動作從來沒有暫歇過 他事實上說這個影片稍晚我還會播放 他跟福斯電話連線專訪的影片 同時他也全程在推特上面發文掌控議題 昨天副總統大選辯論 彭斯在跟賀錦麗唇槍舌戰之時 川普其實一直在旁邊發推特 我們說他是最佳的拉拉隊長 他說彭斯真的是表現非常出色 然後他為彭斯叫驅說主持人不要打斷他 然後說賀錦麗一直出錯 然後賀錦麗被批評說 他在加州州檢察官的任內 黑人追溯率反而升高 川普立刻就找了資料 把這張圖PO上去 彭斯講的就在這裡 你看當時黑人受到多少的追溯 真的是在旁邊不斷的參與 積極參與的拉拉隊長 我們看一下昨天副總統的民調 就是大概有CNN的民調指出 大概百分之五十九的人認為是 賀錦麗勝出 三十八的人認為是彭斯勝出 那麼好感呢 本來對於賀錦麗有好感的是有五十六 是有上升的 是有六十三的人認為呢 對賀錦麗更加的有好感 但是彭斯的好感就是維持在四十一的比率 沒有變 但是問到說誰適合當副總統 百分之六十五的選民認為呢 還是彭斯適合當副總統 那麼我們看一下其他相關的新聞 這佛羅里達州大學的一個美國選舉計畫的研究 說呢現在的投票的人已經有六百六十萬 四年前這個時候就是十月初的時候有投票只有七點五萬 所以非常非常大的這個增高 幾乎到二十倍 為什麼呢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今年是因為有疫情關係 所以各州都有郵寄投票的情形 所以你已經可以把選票寄回去 另外一個就是選民可能已經都有定見了 不管對川普是喜歡或是要投他的 可能都已經決定了 所以他們就早早的投票了 那麼今年預估來說 如果是這麼多的選票出來 會有大概百分之六十五的投票率 那麼總票數會到一點五億人 可能是一百一十二年就是一九零八年到現在的最新的一個新高投票率 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民調 就是川普的染疫之後有沒有影響他的支持度呢 照目前的民調上是沒有 那麼但是不但是沒有 而且他的支持度反而是升高的 照這個Hill Harris的民調是他本來支持在百分之四十五 現在已經到了百分之四十六 對他有負面觀感的本來有四十二 現在也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九 然後拉斯穆森的報告是說呢 百分之六十三的人認為說 他染疫不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的意向 然後認為說可能支持他的人有升高百分之十五 不支持他的人升高百分之二十二 但是六十三的人認為說不影響 蓋洛普的民調也是這樣子 誰勝出呢 就是說百分之六十五十六的人認為說川普是會勝出 而且共和黨的人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認為他們自己的川普會贏 那麼民主黨的支持者認為川普認為拜登會贏的只有百分之七十三 也就是在熱情度上面是有差的 然後同樣的趨勢也是百分之六十八的人說川普染疫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支持度 那麼民主研究所的當然也是說呢 川普的現在支持率其實是四十六比四十五領先 那麼甚至說他預估他可以得到三百二十張的候選人票 那麼來看一下其他相關的新聞 最新的新聞是這一個新聞就是福斯在這個佛州的新聞 你看這個是川普現在支持度有百分之四十六 拜登只有百分之四十三 所以川普反而倒贏百分之三 但是這個民調其實有百分之十的人還沒有決定要投誰 所以中間的選民其實還有還有百分之十 然後在非裔的選民上面其實川普的是有拉回來 這個他的支持度是有上升百分之十二 白人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支持他 西裔選民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五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美國的章魚州或是章魚里 就是厄亥厄州 厄亥厄州的地點是在東北偏這個紐約的西邊 但是他靠中間 那他的選民大概東北角的人是支持民主黨的 南部的人是支持共和黨 所以他選民結構幾乎跟美國是一模一樣 那麼他在過去六十年從一九六零年以來 得到俄亥厄州的百分之九十三點五的人 只要得到俄亥厄州就會當選總統 所以他稱為美國的章魚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 這個表是四月的時候做的民調 也就是說其實是相當拉鋸 拜登大概當時有四十四點九的支持度 川普有四十四點二 那麼上一個月的這個BBC的民調說 現在是拜登是四十七 川普是四十四點七 所以還是有一段的差距 然後這個我們來看說 但是二零一六年的時候的確也是這樣 就是說希拉蕊的民調在俄亥厄州 其實是一路輸川普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相關新聞 就是民調是不是準確 必須再次指出來民調的誤差 民調的誤差是我們的一直的謎題 是二零一六年的民調 為什麼是希拉蕊一路影 現在是川普最後贏了呢 民調有幾個誤差 當然他本來就是有誤差 大概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的誤差值 另外就是在美國的系統性的民調 有幾個原因有系統性的誤差 第一個是誰出來投票很難預測 那麼今年因為呢 有疫情就更難預測 而且非裔的選民會不會出來投票 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們過去提過 非裔選民會支持歐巴馬 會出來投票 而不會支持希拉蕊 是因為他沒有給他 那麼熱情的一個動機去 那麼拜登同樣今年有這個問題 另外呢上次的民調 也沒有去預測到說白人會支持川普 另外一個是川普的很多選民 你是不表態然後第三個是說電話 民調有他的誤差 因為接電話通常是老人 而年輕人只有手機 手機不在電話簿上 所以找不到年輕人